今天跑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状况 一个化妆室突然倒地了 现在温度也不高 应该不是正数吧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好居住有车 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 早上三点几盒 坐上大包去欣赏 然后收到天亮 天亮了才排队拧衣服 拧完衣服拧道具 一切都准备好了 现在就等着拍戏了 今天我们演的是巴露 这个是炸点威力巨大 如果不小心踩上了就废了 这个是火弹 一炸就能看到一个巨大的火球 这个是炸弹控制器 晚上三点过来 现在都八点了 还没开拍 剧组就是这么的喜欢突突拉拉 当然他们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 这个就是我们发的枪 这个是道具枪 但是跟真的是一不一样的 这个是子弹 这个只有专业的武行才配有子弹 我们是没有子弹的 拍了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现在去换衣服 现在我们换好了衣服 刚刚穿的是巴露的衣服 现在是国民党的衣服 也就是说我们是自己打自己 这就是打完仗一喝的欣赏 拍了两场戏就收工了 真的是愉快的一天 没有 总有人觉得你过得体面 却不曾问问你都经历什么 你都经历什么 你都经历了